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士芬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帶您打開視野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趕快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 中華戰略學會的資深研究員 張靚 老師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政大外交系教授 黃奎博 教授好 大家好 另外為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的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的教授 紐澤勳 教授好 新聞 各位大家好 好 節目一開始 趕快先來探討了 第三次的世界大戰真的會爆發嗎 我們講的就是 一旦這個烏爾戰爭 不再只是烏爾之間的事情 一旦歐美的兵力 也出現在了烏爾戰場的最前線 最近國際間是不是出現這樣一個態勢 一再被點名的關鍵人物就是他 來看到了法國總統馬克宏 因為他今年已經不止提到 不止一次說不排除要上烏克蘭派兵 今年二月提過一次 就在上個月底 馬克宏再度發表了同樣的看法 我們先來看看馬克宏就在上個月底 接受了這個專訪的時候他這樣講 如果二軍突破了烏克蘭前線 而且基輔提出要求仍然他說不排除 我會派兵到烏克蘭 否則他認為一旦是前線被攻破了 那歐洲就沒有安全性可言了 而且馬克宏再次強調他說這是值得考慮的合理選項 好 那的確現在的前線戰士看起來似乎真的對烏克蘭相當的不利 因為不止馬克宏這樣認為 我們來看到在美國 美國國家的情報總監海恩斯也這樣說的 他說現階段來說 羅斯宏東普丁認為國內外的形勢發展對他是有利的 所以他很可能在烏克蘭採取所謂的激進策略 這場烏俄戰爭不太可能很快結束 那我們來看到現階段來說很多人要問啦 那這個烏克蘭的美國的這個原外的軍援不是已經到了嗎 這個軍援的法案是一個PAC的方式通過 包括像是對烏克蘭啦 對伊拉克甚至是台灣 好 問題是這個原污的法案到底有沒有幫助呢 現階段美國自己他的軍火攻擊是不是都拉緊包了 我們來看到這是哈德遜研究員的資深研究員這樣講 他說美國現在武器的庫存可能已經低於同時應付兩個戰場 畢竟現在世界上不只是烏俄現在還有尾巴陣在打 所以他要同時應付這兩個有一點困難 以他目前的武器庫存數量可能只能滿足一場戰爭的需求 好 那的確現在不只是這個軍員的這個軍備可能不夠充足之外呢 前烏克蘭的安全局長也這樣認為的 他說之前用來打擊俄羅斯的美制的這個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現在似乎跟其他的武器一樣了遭到俄軍反制破解 也就是說烏克蘭的武器現在是岌岌可危 那我想先問老師 來 張靖老師怎麼看 關鍵人物在馬克宏 馬克宏他真的 因為他已經喊話兩次了 現在真的有可能直接我就派兵前往前線 甚至我就到基輔去嗎 他是恫嚇的意味濃厚 還是說他真的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出來 我想我們在解讀所有這些政治言語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審慎 其實馬克宏所講是標準的政客語言 因為他加了很多鮮決的條件 如果俄軍突破烏克蘭的防線 而且基輔提出請求 這次要設了一個關卡又設了一個關卡 而且就算真正派兵也並不代表必然會參戰 因為你派兵進入烏克蘭 有時候是後面的訓練以及相關的協調 我們都講去參加婚宴 就是觀禮而不入席 這種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馬克宏經由這種發言 他表達一個政治的態度 我們要知道法國跟烏克蘭並沒有直接接壤 所以隔得越遠 叫得越下 那些完全直接接壤的這些國家 這些東歐國家反而相對低調 沉默 所以我們要知道在這個狀況之下 馬克宏真正的目的是 要去拉抬自己在國內的民意 而不是真正有意 說是許下一個空頭支票 去亂躺這場渾水 那如果他真的一旦情勢 就像他講的 情勢對烏克蘭現在非常的不利 尤其是前線 他真的會派兵到基輔嗎 還是他這個動作可能我派兵出去 但我不一定真的要上戰場 對 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但是我還是要講 這些話講的不是講給烏克蘭人聽的 他講的是給法國人聽的 法國人聽了我們很有態度 我們很有立場 他的民意往上挑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這個政治人物他講話 他真正在意的受眾是誰 他根本不太關心那些烏克蘭的人 烏克蘭不是他的選民 對不對 而且他設了這麼條件 如果假如然後 對不對 所以很多迴旋的空間 所以大家不要聽那個講的 你知道這個就是怎麼樣 支票講的這個 棒子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支票開得很大 兌現可能性相對不高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盤算 可是老師我想問 因為現在這段話 不只是聽在法國人的耳朵裡 其實你說這個俄羅斯 他也聽到了 俄羅斯有這樣強調 俄羅斯這個 對外的情報局長就曾經說過 他說如果法國介入的話 那法軍就是我優先攻打的目標 甚至現在俄羅斯的國家的 杜馬副議長他也這樣強調 他說公開恐嚇囉 我們正在研發核武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法國出兵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他就動用核武呢 會不會轟炸整個法國的首都呢 我覺得這些還是有很多的 這個就是就無法預估的狀況 但這個我們都講說 這個你要跳Tango 要兩個人相互配合 你會講狠話 我也會講狠話 你的狠話未見得兌現 我也回你一些狠話 我也是對俄羅斯的民眾有所交代 政治的人物這些就是言語或者表述 聽聽就好 是 好 那的確來我們來看到 我想問一下黃教授 那的確你從現在馬克宏的態度 我們再來看到是包括美國前情報 美國的這個國家情報總監的說法 其實看得出來 烏克蘭現在前線 是不是面臨整個崩潰的危機當中 因為最近俄羅斯確實說法 是越來越激烈了 這個全球目前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關注的態勢 我們如果把現在的這個俄烏 主要主流新聞的報導 跟大概兩年前左右 或一年前你看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好像俄羅斯真的比較占上風 因為如果你看一年前兩年前的話 我們之前不是開個玩笑嗎 好像烏克蘭已經快反攻到莫斯科了 對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這個狀況 越來越撤退了 對 至少它烏東的 大概六分之一左右的土地 其實是拿不回來的 當然俄羅斯也投入很多的人力還有物力 然後死傷也很多 所以到底現在烏克蘭 那個東邊的戰場狀況是怎麼樣 說實在 因為西方媒體也是一樣有選擇性的報導 俄羅斯媒體也有它選擇性的報導 所以我只能從有限的跡象看起來 第一個就是說 烏克蘭它確實戰況吃緊 因為前陣子才有個消息 本來這個澤蘭司機是說 你當兵三年之後 你就可以申請退伍 對 現在呢 對不起 繼續當 對 然後如果你是傷兵 特別是比較重傷點的 如果治好了 你就可以乾脆申請就離營就退伍了 現在呢 你傷好之後不能退伍 繼續來 表示他人口真的是 這個士兵的人數真的是減少很多 他非常需要兵員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 烏克蘭在前線官兵的士氣 因為彈藥不足 所以確實從各方的消息 如果東方 俄羅斯跟西方媒體相比的話 都是有這樣的這種說法 而且另外一方面俄羅斯的彈藥 俄羅斯自己說自己的彈藥很夠 然後德國的國防部長說 俄羅斯的彈藥很夠 到底夠不夠 那我只能說兩邊都說俄羅斯夠的話 那它彈藥確實應該是夠的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整體來講 它在人員在彈藥上面的優勢 或者它的平均的軍事已經不在了 現在看起來烏克蘭前線的戰爭 如果英國美國像澳洲的這些軍事經濟的援助 不趕快到位的話 那我覺得烏克蘭它可能 它的不管它的叫裴度也好 甚至像奧德薩也好 可能都會有更進一步的威脅 所以關鍵是在於這些援助有沒有辦法到位 那因為我想問一下你的老師 因為美國確實它這個原物法案過了 那當然它這次是一個包裹這樣的過 那問題是說現在這個軍事專家 他自己也這樣認為 他說現在美國的兵力真的有這麼強嗎 你要應付世界上這麼多的戰爭 你又是烏俄 又是尾巴 所以現在這個軍員的軍力過來了 它有沒有辦法同時兼顧 這麼多條的戰線呢 你怎麼看 其實我坦白講就是說 現今美國大概就是一個頭兩個大 其實就像主持人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今天假設說只有俄烏一個戰場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國還控制得住 那可是現在呢 中東以哈的一個戰爭 其實芳心慰愛 那特別是它國內現在 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很多知名大學裡面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學生跟抗議人士 他們是支援巴勒斯坦的 支援巴勒斯坦的 那前一陣子我們又看到一個新聞 也就是說 現在停以色列的一個力量也起來了 在學校裡面有停以色列的力量 也有停巴勒斯坦的一個力量 然後兩派人馬已經開始 直接全武行的一個衝突 像這樣的一個局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壓力鍋快崩了 那所以在拜登能夠掌控的一個變數 也就越來越多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非常大的一個風險 那但是呢 就整個軍援法案的一個通過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兩個面向的一個考量 第一個面向的一個討論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不得不然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認為是美國要通過這個軍援的一個法案 基本上是打腫臉充胖子 好 我們先來看 為什麼是不得不然 因為今天如果 烏克蘭守不住來講的話 烏克蘭崩潰的話 那整個俄羅斯的一個力量 可能就威脅到北約的一個國家 那拜登可能就是倒下的第二張骨牌 第一張骨牌就是烏克蘭 第二張骨牌可能就是拜登 你年底11月5號 基本上你就不用選了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就凸顯出 今天拜登一定要在聲勢上面拉高 也就是說通過軍援法案 在整個象徵意義上面 我覺得是大於實質意義的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不得不然的一個概念 我美國一定要展現 我自己本身的一個底氣 我作為整個西方陣營的一個老大哥 我就是要去持援烏克蘭 至少我要有這個態度 把它給做出來 所以我認為軍援法案的一個通過 它其實是不得不然 那但是呢 為什麼我又認為軍援法案的一個通過 是一個打腫臉充胖子 因為坦白講就是說 美國的一個軍工產業 到底能不能有效的去支應 這個這麼多的一些需求的一個武器 我覺得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懸念的 第一批的一個10億美元的一個援助 這些武器是從美國的一個庫存裡面 那所以它持援的一個速度會比較快 那接下來的60億美元 這些相關的一些援助 烏克蘭的這些武器來講的話 可能就要去有賴於美國的一個軍工產業 那這些軍工產業來講的話 你就排單的一個速度來說的話 就根本是緩不計及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拜登政府也清楚了解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情況 所以硬要去通過這樣的一個 軍援的一個法案 我覺得是不得不然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確實有打腫臉充胖子 這樣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情況 再加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說 全球格局結構裡面的一個 美中博弈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美國現在是疲於奔命 美國疲於奔命的一個過程中間 中國它是可以以意代勞的 所以兩者之間權力消長 都會有非常非常大明顯的一種可能 如果美國對於世界局勢 真的控制不住來講的話 那些反美的一個力量 可能就開始做一定程度的一個反撲 所以連帶的我會認為 美國的國家的一個權力 國力的一個沒落 我覺得都不會是危言聳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16戰機的最近消息 是烏克蘭的空軍發言人這樣說的第一批 預計大概在5月5號就是東正復活 東正教的復活節之後就會抵達基附 也就是說其實就在這一陣子就可以見證章 但是他說現在到底數量來源都不說 你到底是從北約來的還是從美國來的 到底來了幾艘都不說 但他想要的就是這個第四代最新型的F16戰機 可是不要忘了 這個普丁曾經嗆聲過 如果你真的這個F16戰機出現在我們的戰場上 那它就會成為俄羅斯合法攻擊的目標 老師你怎麼看F16如果真的到了 有機會翻轉他們在這樣的一個空中的優勢嗎 我覺得這個獨木難成零 F16本身不是完全是用來做 南方任務的空房型戰機 它還有可以對地實施打擊的任務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彈性相當多元 而且它只是在整個空房體系裡頭 去扮演一定的職能 它的任務職能只是其中是 你還要有其他的徵收系統 你還要有防空的飛彈 所以說它這樣一個交響樂團 你馬上有一個很好的樂手加入 但並不代表整個樂團的演出就會成功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你不是靠戰機去作戰 你要配套的就是對空對地的 相關的武器系統 彈藥你也必須要充足 否則你光只有載台 你這些就是說 沒有其他相關的配套而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很難要發的效果 你要其他的就是相關的武器 這些配付的數量也要同時抵達 而且相關的配套資源措施也要完整 像這種就是說 一再利用心道的武器打強精針 我們已經看到那個M1 A1的 這個主戰坦克 這個海馬式火箭對不對 這個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這個ATSMS或者那個什麼神劍導引炮彈 一個一個好像每一個都是救命仙丹一樣 然後這個武器來了 就寄望它扭轉戰局 但事實上到了最後發現 這個沒有任何一項武器是萬靈丹 所以很多時間就是說 整個戰爭會走到那種 相互消耗的那個地步 那問題是你能不能消耗得起來 所以不要迷信F16來了就可以翻轉戰局 要是這樣子F16早就來了 它就是大家一直在評估 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 是 好 那的確 那當然現在不只是在整個戰場上 那當然美國不只是軍員 他還要制裁 因為戰爭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你很好潛 所以我跑到什麼起來看到 先進一段來說 美國財政部在5月1號特別強調了 11輪的制裁又來了 鎖定就是在經濟上頭 現在這清單當中 明煉了將近300個項目 有20家包含是中國的大陸跟香港的公司 而且這個制裁特別針對是什麼呢 俄國的軍工基地跟深化武器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幫助俄羅斯獲得武器 甚至是國防關鍵生產的第三國公司 或是個人 的確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4月13號的最新報導 因為美國官員就特別指出了 其實俄羅斯在關鍵時刻 確實他能夠恢復軍工產能 他們覺得中國佔了很大的關鍵因素 講的這個關鍵時刻 就是在這次烏俄戰爭當中 美國官員說現階段來說 中國協助俄羅斯提升他的國防產能 這個產能的規模是已經達到 蘇聯時代以來的最大規模 包括什麼無人機 飛彈的技術 甚至是衛星影像跟工具機等等 所以黃老師你怎麼看 這一次他的制裁其實只要是沾上邊的 你不是只是直接幫他 你只要沾上邊 我都在制裁名單當中 這個對俄羅斯的後勤的軍備 真的會有影響嗎 首先我先提一下美國有官員說 中共對於俄羅斯的軍工產能的協助 是蘇聯時代以來的最大比例 蘇聯時代是蘇聯幫中共 所以前面很多很多年其實 根本就是中共在接收蘇聯的東西 那當然後來中國大陸的 包括他的這些重工業 還有他的工具機等等在內 稍微好一點之後 對啦 他有賣這些東西到俄羅斯 但是如果你要硬要把這麼多年來 都扯成是現在真的是高峰的話 我覺得從歷史事實來講 這個話大概還是有點 政治的這個目的在裡面 好 那對於這個中國大陸被制裁的 這些企業 我覺得新聞上有時候不太清楚的呈現 是說美國的財政部 它在5月1號其實提出的 制裁的清單的名項大概有200多個 200多個裡面有80個左右 是中國大陸或香港 但是表示說還有100多個 是中國大陸以外的 那美國這樣的做法其實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美國說我之前已經警告過你們了 只要你們繼續對俄羅斯提供這些 跟戰爭有關 武器製造有關的物資 我會出手的 所以美國意思是說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但是反過來講 中國大陸態度是什麼 中國大陸態度是說 我也請你不要用抹黑 不要用遏制中國的方式 繼續用你的非法的單邊制裁 還有用你的長臂管轄 去遏制我跟外國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正常的貿易關係發展 所以這個是雙方各說各話 那美國當然他單邊 他也不是第一次他單邊做法 所以有俄烏的戰爭在這邊 當成一個道德的制高點 所以美國就說我為了烏克蘭的光復 我必須要制裁這些企業 那最後我也必須講 像前一陣子我們也看到了 烏克蘭無人機被打掉的蠻多的 所以他現在發明了一種 用保利龍做的無人機 保利龍嗎 他的機身主要的材料是保利龍為主 因為很快 然後他裝一些輕易的馬達 然後一些裝備就可以飛出去了 我看他的投射是用人這樣投出去 很大一架 但他人因為很輕 可以用投射出去 然後他就開始起飛了 那這一個保利龍據說 來源很多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又是中國 那中國大陸的保利龍 如果賣給烏克蘭 讓他做這些比較新的 比較輕型的無人機 也用在戰場 美國就說可以了 所以中國大陸 對 所以中國大陸 其實意思就是說我都賣 烏克蘭我也賣 俄羅斯我也賣 你美國為什麼只挑我賣給俄羅斯的 我就是一個正常貿易 總之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是 好 那的確我想問一下 牛老師 因為基本上其實美國制裁 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 其實說開戰來就已經制裁了 已經超過16500多項制裁 但是因為俄羅斯好像你越制裁他 他越打越有錢 為什麼 俄羅斯現在根據一些 相關一些統計資訊 確實是越打越有錢 因為如果從MF的一些 相關一些俄羅斯的GDP來看的話 大概2021的時候來講 是5.6% 那2022美國集團開始做一些 相關的一些制裁 所以他的整個GDP變得負的 2.1% 那可是2023年又起來了 好 IMF的統計 他其實是3% 那2024預估大概也是 1.1%到2.6%等等左右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美國認為就是說 這個經濟制裁力道 可能要再強化的一個 非常非常主要的一個原因 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你這樣的一個制裁 對於俄羅斯來講的話 基本上並沒有傷筋動骨 他可能就是一個皮肉傷而已 為什麼其實他有一些相關主要的一些原因 第一個來講話就是說 俄羅斯他啟動了一個抗制裁的一個 俄羅斯堡壘的一個計畫 這個俄羅斯堡壘計畫裡面來講的話 當然是以經濟層面的一個部分為主 他包括要建立整個外匯的一個儲備 所以要削減債務等等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因應的一個機制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效果 然後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俄羅斯大概有25%的石油 跟40%的天然氣 它是輸往歐洲的 那所以歐洲的一些國家 跟俄羅斯本來就會有一定程度的一種 在全球互動的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結構裡面的一個 相互依賴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才認為就是說 美國跟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動作 就像金庸武俠小說裡面所講的 一個欺商權的一個概念 你可能會傷惡氣氛 但是反彈的一個力道 你自己傷幾三分 那也就是說 當俄羅斯的一個石油跟天然氣 美國要那些歐洲的一些國家 不能夠去買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 但美國用四倍的一個價格 賣天然氣給歐洲的一些國家 反而是印度在裡面來講的話 他就去買俄羅斯相對便宜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能源 又在拉架賣給歐洲的一個國家 所以歐洲國家情何以堪 所以在歐洲國家跟俄羅斯 有一定程度互賴的一個情況 下面來講的話 他們也不太可能把俄羅斯逼到死角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是一個 欺商權的一個效應 所以你看這些相關的一些數據 大概從去年的下半年來講的話 俄羅斯其實就擺脫了 歐美國家經濟制台的一個加速 特別是統計資料顯示 從7月到10月來講的話 他的一個石油的一個輸出的一個量 大概比前年的一個量 大概多出了34% 所以俄羅斯已經在大賺石油的一個錢 所以你從這個面向來看的話 俄羅斯當然就有越來越富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今天俄國要跟烏克蘭打仗 他會消耗武器 消耗武器來講的話 他的整個軍工的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就要不斷的去生產這些相關 被消耗了的武器 那所以在整個的一個 就失業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讓大家充分就業 或者是拉伸自己本身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能量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都存在 好的確 所以這也驗證 為什麼俄羅斯最近說話 越來越大聲 那我們先介紹今天的廣告 稍微帶您來關注了 中國的三航母時代來臨 福建間海事對於全球局勢 會造成什麼樣的變化呢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戰環球大戰線 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關注一下 5月才一開始 全球的軍事佈局 就出現一顆震撼彈 中國的第三艘航母 宣佈海事了 9天的時間 他就已經直接跟間接向世界展示 他們現在發展航母的戰力速度有多快 因為才短短十幾年 中國即將迎來三航母的海上時代 那當然首要戒備的恐怕還是全球最關注的台海局勢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幾張關鍵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是他最新曝光的福建艦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好 現在他這個福建艦的最大突破 第一個就是它是平直的甲板 再來它的這個白線上的這個電磁彈射的系統都很明顯地拍出來了 我們來快速介紹一下這個福建艦的特色 第一個它的尺寸大概是300公尺的長 寬大概40公尺 排水量超過了8萬噸 現在美國航母大概都是10萬噸以上 歐洲大概介在4.4到6.5萬噸之間 所以其實中國的趕上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好 建載機部分能搭載60架以上 關鍵就在於它的速度 我們來看它的速度了 第一個 動工是在2016年 下水是在2022年的6月17號 才不到兩年的時間馬上進行海試 一年11個月 2024年就在5月1號到5月9號進行海試 你知道嗎 美國的這個福特號 超過了3年才進行海試的時間 那現在海試到正式浮育 當然還要有一段的時間要走 預計是在2025年 好 福建號創了哪些的第一紀錄呢 首先來看到是包括 它現在還是非核動力的航母 可是它速度跟得很快 它已經是電磁彈射系統 而且它採用的是先進的中壓直流電磁彈射的系統 另外它擁有重型的這個艦載戰鬥機 又搭載了隱形的艦載戰鬥機 還有最關鍵就在於 它上頭還有所謂的隱形的無人戰鬥機 像是攻擊11的這一款戰鬥機 另外它配備超過了30面以上的 包括主動電子掃描的陣列雷達 來 張老師看到這麼多的關鍵 你怎麼來比較 其實從這個海試的九天 跟過往他們的遼寧艦跟山東艦比起來 還是時間比較長 那全球關注的重點擺在哪裡 我想基本上我對於這些事情 我的看法都比較保守 我認為無論現在講說它可以配備這個 或可以配備哪一個 你要等它真實的配備出來 就跟講電磁彈射 你要眼睜睜看到它可以開始運用 因為原始的工程設計 到真正的落實驗證 有時候會有相當的落差 美國很多的造艦在沒有造出來的時候 吹得震天響 就用出來之後弄得滿頭包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在海市這個階段 我有下列幾點重點 我可以介紹大家可以關注 第一個是這個美日 就是說針對這個事情 禽瘦的動彈 這就跟一個糖扔到地上 那些蒼蠅 這個就是各種的螞蟻都跑來了 這是一定會做的事情 所以它排整個海車的時間 未見得它要完整 完完整整是車九天 它留下了很多餘裕的空間 就是萬一人家來徵收的時候 他有些可能要稍微停一下 不想讓你看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斷斷續續再執行 所以今天講 大家一直在強調這九天 這九天之中 還是存在了幾天是預備 就等著被人家來騷擾 或者說來勤收的這個狀況 第二個我想大家應該要了解 第一次的海市之中 相關的配套的就是鞋測兵力 其實相對較少 鞋測兵力的話就是說 它畢竟航艦的作戰不是單個的 它還有其他跟其他的系統 或者護航的兵力 水下的載胎 或者空中的戰機 等等的相互的配套 所以隨著它這個測試的科目 逐漸的向前推展的時候 它的鞋測 協助測試的兵力 也會慢慢慢慢的伏見出來 所以它會由簡單到複雜 然後各種不同類型的 鞋測兵力也慢慢慢慢 都會扶上檯面也會曝光 第三個我想大家應該要有一個認識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事前 就知道它是順利不順利 但是有一個指標 你第一次測試完 你一定會發現很多缺點 你要回來要改 要改要時間 然後你要準備第二次海車 要做的科目也要時間 那假如你這個海車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時間 比以前就是以往的紀錄 慢慢的縮短 那表示這個第二次 跟第一次時間能縮短 就代表第一次做得比較順利 第二次跟第三次時間又縮短 那就表示第二次 潛意識能做得順利 所以這裡頭之中我還是要提醒 遼寧艦也好 山東艦也好 或者福建艦 這三種不同的艦型 其實不光是只有小步快走 而且是一個大步的這個就是躍進 它有很多基本的構型動力的系統 都有大改變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有很多人拿這個就是遼寧艦的進程 或者說山東艦的進程 跟他來對比 我覺得這個是橘子需要比蘋果 因為這個中間要是差距很大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腳踏實地一定要把這個 所有的工程項目驗證過之後 最後還要進到一個階段 叫做作戰測試評估 那個作戰測試評估 更適合人家要去徵收的 建真章 建真章 而且人家就是一定要加長 就是去了解他整個 就是作戰的概念 以及他所設計的戰題 他是如何 完成了那個所謂作戰測試評估 應該就會建立初始戰力 所以我在想這裡頭之中 前前後後測試的時間拖得比較長 並不代表他設計比較差 或施工品質比較差 只是他是不同的設計而已 是 好的確 延續老師這樣的一個話題 我想問一下紐教授 因為基本上其實這一艘航母 給大家看的就是他的整個 配備跟他的發展 那的確我們來看到 他現在跟上美國了 他已經開始採用電磁彈射系統 這一艘雖然說他還是 非核能的這個 非核的動力的航母 那美國現在已經是核動力了 可是他才第三艘 他的航母的發展進程 只有十幾年的時間 會不會接下來 他的下一艘第四艘 你就能看見 他的核動力航母出現了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如果針對現今 相關一些評論來看的話 其實專家的一些評論 是做得比較保守的 那有的評論會認為就是說 如果中共第四艘的一個航母 就採取核動力的航母來講的話 這個跨度太快 跨度太大 意思也就是說 核動力的一個航母 那你所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要全面升級 要全面升級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 你測試海事的時間 就礦日廢時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符合 中國的一個在西太平洋 跟美國對抗的一個 他需要極戰力這樣的一個戰略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其實你第四艘的一個航母 就是要核動力的航母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能性是不太高的 所以可能會以第三艘航母 這個整個福建建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結構 比如說動力 或者是它的整個設計結構上面 再去做一些改良跟精進 因為這部分來講的話 你時間可以抓得比較緊湊 比較能夠去呼應你在西太平洋 跟美國對抗的一個極戰力 這樣的一種戰略 那台灣也有軍事專家 會認為就是說 就是說第四艘到底會不會是核動力 他其實覺得不好說 但他認為第五艘一定是核動力 先扯到第五艘了 對 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反正四我不確定會講 對 台灣的軍事專家 他就會認為就是說 現在中國的國防部長叫做董軍 那董軍是海軍出身 也就是說防長如果今天 是哪一個軍種出身的話 他日後一定會強化 這樣的一個面向的發展 所以強化整個海軍實力來講的話 這部分來說 當然是一個原因之一 那第二個原因來講的話 就是說 如果再給他一點點的一些時間 他就可以把這整個 潛艦的核動力的一個系統 研發出能夠適合 這整個航空母艦的一個核動力系統 因為以前法國的一個經歷 可以做成一個做成一面鏡子 也就是說法國的戴高樂號 他的一個航母來講的話 他的一個動力系統 他的一個核動力的一個系統 就是採取原來 潛艦的一個核動力系統 但是導致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 這個整個航速其實是不夠的 航速是比較慢的 凸顯出他的一個動力不足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即便中國現在的一些潛艦 其實都是核動力的一個系統 但是你用潛艦的一個核動力的系統 到底能不能適合整個航母 航母去使用 這個就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你硬要去弄在航母身上來講的話 可能就導致法國戴高樂號 那樣的一個困境 就是說他的一個航速是不夠的 凸顯出他的一個動力是不足的 所以這個軍事專家才認為就是說 第五艘用核動力的一個可能機會 是比較高的 因為符合中國的一個戰略 因為他希望能夠藉由核子的航母 然後在全世界各地去做一個巡弋 也能夠凸顯出大陸這一方面的 一個國防戰略 所以就現階段來講的話 第四艘用整個核動力的一個 核動力系統去進行 整個航母的一個建構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好的確 但不管如何 現在基本上 中國就已經確實進入到了 三航母的時代了 畢竟他現在在海市 但我們來看看 整個中國的專家是怎麼說的 這是在整個中國大陸的軍事專家 宋小軍他這樣講 這次海市主要測驗什麼 測驗他的可靠性跟穩定性 畢竟他現在對他來說 電力是非常重要的 未來中國海軍進入到了 所謂的三航母時代 也就是說 我一艘在維修 我一艘在訓練 我一艘可以執行 同時是在海上作業的 也就是說我三艘是可以同時同步來的 目前我們怎麼來做觀察 尤其來看到了 包括像是在整個俄羅斯 這樣的一個軍事專家 是這樣認為 如果福建號正式服役的話 他現在是海市 會增加整個中國在 世界偏遠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那這可能是中國建造核動力航母 道路上的過渡型號 也就是說剛才教授講的 可能在第四艘 第五艘過去之後 馬上就能看到核動力的航母出現 來 黃老師你怎麼觀察 這確實在整個這艘航母出現之後 會影響到整個北京 甚至中國在整個地區勢力的變化嗎 當然它影響最大的 就是在西太平洋這一塊 因為有不少軍事專家在講說 美國海軍現在在西太平洋 它這個所謂的遠征前進基地戰略 或遠征前進基地作戰這一塊的部署 特別是它把美軍的精準打擊 還有把它由大變小的 這種快速反應的這些作戰部隊 而且它根據這些第一島鏈的島嶼的分布 在做的這些軍事規劃 可能因為福建艦 它在2026年即將正式成軍之後 這些美國最近的軍事戰略部署要做調整 因為福建艦的影響範圍 就直接到了美國第一島鏈 甚至接近到第二島鏈附近了 這個當然是後話了 但是我覺得除了在台海的情勢之外 福建艦它能不能夠影響到台海以外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要看 第一個因為福建艦確實是 全世界除了美國的航母之外 它大概最大 然後它的這個新型的設計等等 我們常講軍事外交 軍事外交它是到外面到旁邊的國家晃一圈 人家會覺得哇 中國大陸的船隻好棒棒 對 因為其他國家沒有 那他們當然也會有心聲羨慕 會覺得中國大陸的軍工水準 絕對到了一定的程度 世界領先的程度 那這是軍事外交可以做的 那更不用講說萬一哪一天 譬如說習近平或李強等等 到國外訪問這些福建艦的支隊 不管怎麼也到了那裡 跟著出來 對 那多好看 那這都是軍事外交的做法 所以你說它對於其他周邊 或比較偏遠的這些國際 全球的區域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對中共外交上面的一個正向的幫助 但是另外呢 福建艦它還有沒有其他的 對偏遠地區的作用 也可能有 比如說以前在非洲或雅丁灣的 這個海盜的問題 如果福建艦它可以遠航 然後它正好也在附近 可能間接的 或者偶爾的可以執行一些 護漁的任務或者護船的任務 甚至還可以協助其他外國 可能受到威脅的船隻 那當然有時候中共的邦交國 你也知道一百七幾個 那如果有些地方有內戰 然後中共如果獲得請求 當然它以前沒有做過 對 它以前沒有做過 因為它能力不夠 但現在如果福建艦 真的有足夠的作戰能力 然後中共的高層 願意把這個投入到 邦交國的內戰去幫助其中一方的話 那福建艦又可以發揮它的影響力 所以的確 因為畢竟這個福建艦 現在是剛剛還是 但我們講到美國 其實美國現在C12航母 它在忙的是全球的局勢 所以你說真的要對比起來 張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NN的報道 他說這個技術真的能夠趕美嗎 因為現在所有的美國航母 都相當於有福建艦的 兩個關鍵優勢 動力也有 規模我們也有 那華府的智庫外交關係 協會研究員是這樣講的 他認為福建艦的海事 是中國海軍一個重要里程碑 但你說現在跟美國的航艦標準比 可能還源源不及 你覺得它的這個成熟時間的關鍵點的 完成了整個戰力的作戰的時間點 會是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美國這個三航母的關鍵時代 我想在這個就是分析 他到底能不能什麼時候 跟美國跟一匹敵之間 我還是要呼應一下黃老師 黃老師剛講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 有一天這個習近平要出訪 然後這個就是說 福建艦也要去要配合行動 我們都講說我們現在有船 也要有窩 現在只有三亞的吉姆角那一帶 有一個這個專門為航艦設計的 一個母港跟碼頭 以及在山東青島 那個青島市那邊有一個那個 在古鎮口那個地方還有一個 那會不會有第三個 就是航母的基地 航艦停泊的這個就是基地 那個要看他們的兵力運用夠強 但是我覺得那個潛藏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第二的就是除了要有碼頭之外 還要在很近的距離之內 還有艦載機的這個航空這個基地 也就是這個海軍航空兵 艦載機部隊的這個基地 這個基地的經營建設 像這個在這個北邊是日照 在南邊是這個就是這個淋水 這些都建設發展滿不錯的 另外一個就是艦載機 航空部隊的發展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它有很多去觀察的要點 但是我是覺得像這位 這個美國智庫 就是說簡簡單的 他比不過美國 那有很多的武力 比不過美國 把美國打得頭破血流的 那你又要怎麼解釋呢 好 所以的確現在看起來 就是不只是航母要出來 但是基本上它整個配套 還有中國的兵力 也是這幾年發展的最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先秀一下這段廣告 稍回來帶大家來看到了 這個華為真的是越制裁 它越開花 第一季的財報出 真的叫做滿血復活 關鍵的背後引述是什麼 馬上回來 好的 節目現場 我們來關注一下這節講華為 為什麼華為真的是越制裁越開花 第一季財報數字不得了 華為一天他算下來 他平均可以賺10億新台幣 這真的是被制裁來 最亮眼的單季表現 那專家說拉這要歸功於 他們的神奇手機 因為這支高階手機一推出 華為重新奪回了 中國市佔第一的寶座 好 我們先來快速看一下 華為在第一季的成績單 到底有多亮眼呢 來看到它的營收 營收是佔上人民幣1784.5億 換算下來新台幣 大概是超過了8000億元 淨利潤來到人民幣196.5億 算一下新台幣大概884億 所以換算下來 基本上專家說他一天 大概可以賺10億的新台幣 好 這是自被美國制裁來 最好的單季的財報 那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在於它的那支神秘手機 Made60系列 在去年這個高階手機 一推出來之後 馬上中國人豐買 讓在中國大陸的市佔率來說 華為的第一季出貨量 佔上了1170萬支 年增率70% 市佔率17% 隔了13G 再度重新奪回中國市場第一的寶座 這個數字可以說碾壓了蘋果 好 那基本上呢 華為現在不只是緊追蘋果之外 碾壓之外呢 它還似乎有一些刻意 我們來看一下華為的新品發布會 最近要登場了 問題是這個時間點就這麼剛好 同樣同一天 你一早上我晚上 我們看華為 華為在5月7號在杜拜登場了 這個是創新的產品發表會 這一次不是專攻手機 這一次發表什麼呢 Watch Fit 3的智慧表 還有這個MacBook 這個筆電的相關系列 但就這麼巧 蘋果同一天的晚間 也要舉行特別活動 也不是手機 它介紹什麼 新一代的iPad Pro iPad Air可能會亮相 這個時間點是可以還是巧合呢 來 我們現在問一下紐教授了 怎麼來解讀它這第一季的財報 這麼亮麗的數字 是被美國制裁來最好的單季財報 華為真的是滿血復活的嗎 基本上我會認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來講的話 當然是就是說 因為華為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 指標性的一個民族產業 那特別是當美國打壓華為 或者是制裁華為越兇的 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陸的消費者 它力挺的一個企圖心 就會非常非常強 這當然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 它這個產品的一個品質 或者是質量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有它一定程度到位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它這個高階的一個手機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Pura70它就重磅推出 那重磅推出 它包括用了很多的一些 行銷的一些策略 這部分來講的話 在媒體上面都有吸睛的效果 在社群上面都有討論的一種效果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就這整個第一季來講的話 它其實不只是推 Pura70 它也推出了它的一些智慧汽車 它智慧汽車來講的話 包括智介 比如說S7 包括它的一個問介是 主要是新的M5 新的M5這樣的一個概念 問介這樣的一個概念 問題的問 問介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類似SUV車 就是休旅車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還有響介 享受的響 響介大概是S9 S9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它大概就是大型房車的一個概念 它這個目標對象 就是雙BEA Benz跟BMW跟Audi 那所以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就第一季來講的話 它就重磅推出 這些相關的一些產品 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美國制裁的一個過程中間 它其實已經釐清了一個 它自己本身重磅產品 中端產品推出的一個SOP 它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藉由 它自己本身的一個策略 去擺脫美國相關的一些制裁 那所以我覺得華為 它確實現在 自己已經殺出了一條血路 如果從這整個 市場調查的一個機構 它的一個分析報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說就第一季的一個 最新手機的一個 華為的出貨量來講的話 它增加了70% 也就是說大概有1170萬支手機 所以它在整個全中國的一個 市占率大概是17% 又回到了霸主的一個地位 這魁違13年又回到了霸主的一個地位 所以就智慧型手機來講的話 它確實在整個的一個 領導品牌的一個建構上面 其實產生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力道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在智慧汽車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它的智慧汽車的一個 解決方案事業部的一個高層 又特別提到就是說 從4月開始 大概智慧汽車這一塊 汽車產業這一塊 華為的部分 就可以轉虧為盈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2023年大家可能也很清楚 它的Mate60來說的話 它其實也是華為跟中芯的一個 研發的一個5G的一個晶片 那似乎現在華為跟中芯 慢慢也開始研發 7奈米的一個相關的一些晶片 所以你看它這些相關的一些步驟 等於是多管齊下相關的一些步驟來講的話 就凸顯出華為 確實有相當程度的一個企圖心 要擺脫美國制裁的一個糾纏 是來 侯老師延續這樣的話題 確實它是不是現在在華為在制裁下 它已經找到它最適合的生存方式了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叫最適合 但是至少它沒有死掉 對 而且它還活在那裡 它是廣坪的轉 它現在這麼好轉嗎 你也不能說它是只存一口氣 而且感覺它就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一個手機 電子製造的大公司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禁令 可能有點處乎美國政府意料之外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知道從2022年的美國 開始對它限制之後呢 華為其實它的優換意識早就出現了 先不用提說去年的華為的新手機 而是說華為它自己透過了一些 拐彎抹角的方式 繼續它的這些研發還有產能 這些拐彎抹角的方式包括什麼 很多人說其實跟台灣有關 因為台灣跟華為 其實我們這個上下游的關係太密切了 雖然說美國把最高端 台灣最先進的晶片的製程 還有相關的設備限制了 但是台灣公司還是有些辦法 有些以合法的方式幫華為建廠 這個在去年的新聞我們也看到了 還有一些它是使用 它不使用美國禁止的這些關鍵技術 那其他的我還是幫你 因為台灣的工廠公司也要賺錢 所以這方面台灣據說也是貢獻了不少 那另外還有就是華為它自己的一些做法 包括像它把一些不是原廠做的一些 EDA也就是電子設計自動化的軟體 它不是原廠設計它繼續使用 所以美國原來給它的EDA已經過期了 但它繼續用非原廠的 那這個當然它會影響到良率 製造良率不過至少有嘛 做多一點嘛壞掉多一點就丟掉就是了嘛 另外還有它空殼公司等等的 去再跟美國做生意 所以很多的方式 那最後還有一點就是政府的補助 大額的補助 地方政府的補助 中央政府補助 跟大學等等的合作 是 那張老師你怎麼看 基本上它這個低階財報是碾壓蘋果 那馬上5月7號 同樣大家都要先給發表會 太刻意了 我就選在你的前面來登場 你怎麼看 它現在似乎完全不給蘋果 喘息空間了嘛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觀察這個事情 雖然它看起來表現非常好 而且重新回到市占率第一 可是不要忘記 這市占率只有17% 所以說我們今天不是說 這個市場不是蘋果就是華為 還有這個OPPO 小米 對啊 小米 Vivo 然後榮耀 那多得很 這是一個戰國時代 有很多第三方 大家準備在這兒 但是重點是在於 你鎖定的那個就是說 關鍵性的客群 你有沒有取代它的原來 因為這個兩個市場價格 是差不多的 這根據這個 你有沒有取代它關鍵客群 而且這是第一點的狀況 第二點狀況就是 我們牽涉到那個杜拜要去登場 你不能光用中國大陸的市場 來評斷未來 它跟這個就是 跟這個蘋果未來全球去爭雄 這個狀況會去變化很大 第三 同一天發表 我也必須要講 同一天發表 其實我們已經看出來 它兩個發表的東西 並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 在商業激增之中 有兩個基本的邏輯 一種就是同質性的商品的硬拼 第二種是一直性的商品的顛覆 我們以前都講說 這個就是大陸叫方便麵 我們叫這個就是說 這個泡麵 對不對 你知道說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說因為這個叫外賣 然後把這個泡麵給取代 可是外賣有一天會不會有可能 被預製菜啊 那個預製菜泡在電鍋裡熱一熱 比那個叫燈外賣 你還要給它擦瓶 好瓶 還要給打賞 小費 可能有好多 所以江山帶有財人出 用一直性的商品 來顛覆既有的市場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陳如剛才牛老師 把整個狀況分析得這麼詳細 黃老師在根據這些 我認為真正要重要的事情 是最聰明的去檢驗這些 是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的各種的分析師 然後他吃這一套 然後去 在這個地方去下注投資 即使就是說 這個就是華為並沒有去上市 但是問題是 他跟他牽動的華為概念股 也會因此而受益 所以說我們不是光看這單純的 他各個哪個產品之中 而是廣大的這個就是投資者 在資本市場之中 是如何的回應他 好 但的確看到華為 這樣一個成績 現在美國當然還要再出手 美國又最新出招了 現在這一波 下一波要制裁是什麼呢 封殺華為的無線設備錄器 進入美國市場 好 不過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你封殺我的無線設備錄器 進入美國市場 那我就要規避你的限制 他的手伸進了美國科學界了 我想問一下牛老師了 那華為當然不承認 他說我只是針對 這些學術界的研究 我並沒有要這個 所謂的所謂的國安 或是大家最關鍵的 這些間諜的疑慮 可是你怎麼看 但基本上美國他就是一定要用 國安這個大帽子 其實我覺得大概有幾個策略的 一個理路或是盤算 第一個來講的話 當然是全球美中博弈 這樣的一個格局 我今天美國 不斷的藉由相關的一些理由 我去對你中國的產業 去進行一些半碼索 他其實是在美中博弈的架構過程中間 美國要去不斷的爭取談判籌碼 去膨脹他自己本身談判權力的一個 制式的一個操作邏輯 這部分來講的話是美國一定會做的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美國現今大家很清楚 就如我們剛剛討論的 美國現在是多勢之秋 那相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可以以意代勞 當然美國不願意這樣子 那所以美國就會做一些 非常多的一些制裁的一個動作 我讓你中國也要疲於奔命 不然的話我美國多勢之秋 我疲於奔命 你中國以意代勞的話 中美的一個實力就會有 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消長 那第三個我覺得美國 他做這麼多的一些制裁中國 或者是中國企業的一些動作 是要做給他的所謂的 西方抗中聯盟的盟友看的 你看我老大哥美國 我真的是矛起來做 要封殺中國的一個產業 在整個晶片戰爭過程中間 我就是要壓得中國的產業 跟中國喘不過氣來 所以你要follow我的步調 那因為今天如果美國 沒有在整個動作上面 不斷去強化他自己本身 抗中的一個意志 作為一個領頭羊來講的話 其他的一些 西方的一些盟國來說的話 他其實也希望跟中國 有一定程度相關的一些互動 那所以就可能會導致 這些西方盟國 跟中國的一些互動 變得有一定程度的綿密 或者是在整個全球化 相互依賴的格局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就沒有辦法以你美國馬首勢瞻 去追隨你美國相關抗中的一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美國大概有 這幾個面向的一個深層考量 那的確這樣制裁有用嗎 問題是你看到華為成績 這麼漂亮了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畢竟就華為現在跟中興 就如我們剛剛所講的 他已經研發了7奈米的一個晶片 即便這個7奈米的一個晶片 你要說他非常非常的高階 可能也沒有特別的高階 但就是說他的路徑 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他確實就在往晶片自主研發 這個部分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挺進 就像我們以前也有講到 就是說光科基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光科基它是研發高階晶片 最重要的一個必要的一個設施 那中國也希望在這個面向上面 去擺脫美國